台湾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么的严峻 在今年的2月到5月 护理人员职业登记的人数 却减少了795人 比去年同期多了250人 而这些曾经带着热忱跟使命 在医疗前线作战的战士 他们选择提前离开战场 主要是因为有四个原因 第一就是保护不足 心理的协助不足 还有后援不足 补助不足等等 好 台湾护士工会呢 理事长陈玉凤就说 有很多的护理人员下班之后都不敢回家 因为很怕自己呢 染疫之后传染给家里的小孩老人家 但是呢政府却没有让医护人员 同住了家人优先的施打疫苗 这是呢医护人员最担心的 陈玉凤说 护理人员是拿命在抗疫 但是呢却面临的变相的减薪 还有延迟发放3到6个月的津贴补偿 甚至有人是等了半年都领不到钱 他说政府的政策跟补助不同掉 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补助也不足 当然会让医护人员很心寒 好 另外还有台湾护理产业工会理事长也说 当确诊者塞爆了医院的时候 政府才高喊说 国家需要你 希望离职的医护返回沙场 就好像是照妖镜一样 照出了医护被当成的免洗块的现实 我们的这个政府呢 都要听信医院的长官说 现在没有缺人力 我告诉你们 这是我们一个礼拜做了3717份的这个报告 问卷调查问卷出来的结果 可以看到有高达五成的这个护理人员的工作量是增加的 疫情期间呢 这个疲累的状况满分是五分 可以看到是4.13分 疫情期间的工作量满分是五分 现在已经高达4.19了 那我们疫情期间的工作负荷 满分是五分 现在已经高达3.88% 这个3.88分不是percent 这边呢 告诉你 他们疫情当中 的压力有多大 他每一天的工作 要14到16小时 你们去想一想那人会有多累 你穿着隔离衣 去工作 不能喝水 不能用餐 玉凤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问卷调查 就是要让我们的政府机关 还有民众知道 这不是陈玉凤在讲 也让1450知道 你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 再辛苦也要拿出证据啦 没有证据 就没有事实 让证据说话 看到没有 政府说 医院主管都回应说 没有缺人的情况 请你们去看清楚 到底有没有缺人 好我要问网友 家里有没有长辈现在呢 不想打AZ疫苗 在等着要打莫德纳的 有的话请帮我加一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多人 很多的长辈 他现在不想打AZ疫苗了 要等莫德纳 从数号开审的全国针对1到6类人员 包含了75岁老人是打AZ疫苗 但是陆续传出了猝死的案例 引起了很多民众的恐慌 甚至现在出现的缓打潮 但是呢 儿科医师杨维杰他表示 他写了一篇文章当中 这篇文章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他认为 北农群聚呢 离清零还很远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深入的讨论 好第二个部分呢 他觉得莫德纳疫苗的反应 是比AZ强哦 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件事情 他说我不懂老人家 在等莫德纳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长辈真的有接到正确的消息吗 因为美国赠予台湾的 2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在20号抵台之后 可以说是解决了台湾疫情的 重要及时语 所以很多的老人家呢 决定不要打AZ疫苗了 他们要缓打 他们慢慢的要等莫德纳疫苗 但是平均来说 莫德纳疫苗它的反应 是比AZ还要强的 第二剂比第一剂还要明显 所以呢这个医生就说了 他不懂老人家 现在在等莫德纳的理由是什么 长辈是不是真的有接到正确的消息吗 好的确有很多人 包含很多的网友 那么曾经打过疫苗的 在国外打过疫苗的 都曾经在脸书上也好 或者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都说了 其实莫德纳的 它的效应呢 其实反应的效果 还有它的副作用 其实也是蛮强的 这个部分可能大家都没有在做讨论 倒是因为现在呢 像是台中打了AZ疫苗死亡个案又增了五个 其中的潭子区 66岁老翁 6月17号打完疫苗之后 21号身体也不舒服 被送医抢救不治 他除了有高血压 糖尿病 而且他还是洗肾的患者 目前全台中呢 打疫苗累计有17人死亡 光是洗肾的部分就占了其力 医护人员来到洗肾中心 帮不方便移动的洗肾患者 施打疫苗 不过现在他们施打疫苗的意愿越来越低 因为不少有慢性病心血管疾病 洗肾患者的长辈 打完纷纷出现不良反应 甚至严重致死 台中21号又累积五例死亡个案 他在诊所洗肾之后呢 6月21号就产生不舒服的症状 就送到医院急救 到医院也是已经死亡 其中住在坛子区66岁老翁 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 还会定期去洗肾 他6月17号到诊所洗肾 顺便打疫苗 结果6月21号凌晨 突然没有呼吸心跳抢救不治 白医高大臣建议洗肾患者 还打不是没有原因 根据统计中部打疫苗死亡个案 苗栗三栗台中十七 彰化一栗云林四栗南投五 其中台中十七死 洗肾者就有七例几乎占了半数 家属目前期待 是否能够将洗肾者改成 下一批莫德纳的优先施打者 我目前为止没有停打 整个停打的计划 虽然无法证实 洗肾患者死因和疫苗有关 但打疫苗后死亡个案不断增加 是否倒服施打人数也接连减少 连200人都不到 因为不少家属实在不敢冒险 记者程广人谢云珍 台中采访报道 好 全国在15号开始呢 针对了一到六类人员 包含了75岁老人 只打了AZ疫苗 但是台中的汉翔航空工业被爆料 上礼拜也替内部 1000多名的员工打了疫苗 外界就质疑了 汉翔他们是凭什么身份跟类别 可以先打疫苗呢 也担心是排挤到了台中市应有配发的疫苗数 而对此呢台中市政府说 汉翔不隶属于台中市政府管辖 对此事完全不知情 疫苗也没有经过汉卫生局 但汉翔呢回应说 这次是以特定国防专案 基于空防的安全 向国防部申请疫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